最近香港慌了 在最新的世界金融中心排名中 香港已经渐渐被新加坡取代 从原本的纽伦港变成了纽伦坡的格局 作为小经济体 香港和新加坡都难以依靠培育本地人才 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需要更进取的吸纳非本地人才 掩开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 就要拱手让人了 香港特首李家超坐不住了 紧急向全世界招兵买马 开启最大的优惠力度招人才 而对新加坡来说 这一次超越香港 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尽管新加坡近年的飞速发展 全球有不共睹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即使是新加坡自己人 也没有想到新加坡会如此出色 几个月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 提及新加坡与香港 曾言 新加坡不会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近年来反而落后了 李显龙还进一步解释称 因为新加坡市场不大 金融基础设施制度 人才制度也不如香港 更多扮演避险性金融中心的角色 所以新加坡要更积极地建立全球一流的人才库 除了壮大本地人才 还需要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看来新加坡和香港的人才战 是越演越烈了 今天乔夫密码与大家一起聊聊 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才战 哪一座城市更受国际人士青睐 香港和新加坡 谁能笑到最后 看到最后 你或许会更了解 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才情况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金钱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 香港和新加坡 为什么这么着急抢人才呢 本地人没有人才吗 我们先看香港 香港近年来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过去两年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约20万 流失人口当中 约三分之二属于高技术劳动力 尤其2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离开香港的主力军 现在已经不到30万人了 而且这股移民潮还在持续 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要离开香港呢 原因不外乎三个 人口老龄化 港版国安法 以及动态清零的严苛政策 导致港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而香港人才大量出走 也导致香港在金融和科技专材方面的人才慌 日趋严重 就连香港金融监管机构 最近都反映 人才流失了将近10% 在人才严重流失的同时 香港对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 也大不如前 香港政府主要设有6个输入人才计划 但是自从2020年开始 香港接货的申请跌了一半 而申请来港的90%以上都是内地人 显然香港不再是国际的金融中心 而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桥梁的地位 不是天生的 而是北京政府给的 以前外资担忧中国政策转向 普遍选择在香港开设一个投资机构 试探性的向中国内陆投资 而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 香港还是那座桥 近来出去 香港金融业仅仅赚佣金都赚麻了 但一旦北京政府不再把香港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 把金融政策搬到正在角逐世界金融中心的上海 香港就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毕竟金融业是一种虚拟经济 迁移速度是非常快的 不像制造业还要先建厂房 培育供应链 寻找廉价的劳动力 培训工人等等 牵移难度非常大 所以香港金融地位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新加坡 而是上海和深圳 一旦上海和深圳的金融走向开放 面向全球 香港金融业还有什么可以支撑呢 而种种现实困境 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丧失 无论是IPO数量还是募资规模都跌出全球五强 一季度仅有16家企业上市 募集146.43亿港元 相比去年同期瑞减89.28% 同时港交所着力培育的 吸引未盈利的生物医药公司赴港上市也不太乐观 IPO破发 指的是股票发行上市当日就跌破发行价 占比超过四成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 两大行业成为新股破发的重灾区 加剧了股票市场的不安 最近,未来汽车刚刚完成了在新加坡的第三地上市 要知道,一般上概股只选择回流香港 双重上市 还没有再选择新加坡三地上市的 这或许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反观新加坡 从2021年开始 无论是在放宽本地防疫措施 还是在解除入境隔离检疫方面 均比香港先行一步 也在吸引人才方面抢占先机 或许有人就会好奇 香港流走的那么多外资和人才都去了哪里 除了英国、加拿大和澳洲 最大的赢家还有新加坡 在今年首季 香港入境新加坡的人数增加了超过一倍 此外,在2019年以来 已经有数十家跨国公司 将地区总部或是办事处 从香港迁走 搬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取代香港 成为亚洲最大的外回交易市场 除此之外 新加坡还在发展金融科技 开拓家族办公室 以及争夺中概股回流外牌等方面 在与香港一争高下 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没有主权 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困扰 全体人民上下一心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 香港怎么能不慌呢 那这样新加坡为什么还要抢人才 因为新加坡地小人少啊 别看新加坡近年来 好像人才流失很严重 但他们缺的是第一端劳动力 而高级人才 新加坡在开国之初 今年累月吸引到现在 缺口并不如香港大 再加上新加坡面对少子化 老龄化的影响 对外来人才就更渴望了 但其实情况还真的不如香港窘迫 目前香港和新加坡都寄出了不少优惠 来吸引人才 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看看国际人士更爱哪座城市 针对初级人才 对在港公读全日制大学的非本地学生 均给予IANG签证 让学生在毕业后延长在港逗留的时间 寻找工作机会 补充初级人才市场 因为本地毕业的大学生数量难以满足市场需要 至于中高端人才 港府最新推出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 并在过去五年内 累积了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相关人士即可获发为期两年的签证 来港寻找工作机会 过去一年在其他地区年薪达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 亦可通过直接获发两年签证来港求职 名而不设上限 来补足近年来中高层的人才流失 此外拥有大学学历 具备负担自己时速的财力 拥有中英文书写及口语能力人士 即可申请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特别是来自资产管理合规 海市保险、金融科技、创意产业等 13个香港人才短缺的行业 则有更大机会获批 为保证人才政策有效执行 港府还将成立人才服务窗口 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 譬如会为他们在生活或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协助 甚至为了让外地人才来港后 可以长期定居发展 还提出豁免和资格外来人才 在港之夜的额外印花税 居满港七年后可或退还税项 退税总额最多相当于房价的28.5% 香港期望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 每年至少可以输入3.5万名 预计逗留超过12个月 打算在香港长远发展的人才 相较于港府的广纳闲才 新加坡政府 招揽人才主要瞄准顶尖专业人才 新加坡人力部宣布自2023年1月1日起 开放顶级专才准证申请 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限额 争夺全球顶尖人才 顶级专才准证 要求外籍申请人过去一年的月薪 需达3万新币 或到新加坡后能赚取相同的月薪 海外申请者还需证明在市值超过5亿美元 或年营收超过2亿美元的企业 担任要职 若在文化艺术、体育、科技和学术方面 有卓越成就的个人 则不必满足该月薪门槛 2021年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还推出了限额500人的科技准证计划 相较而言 此次推出的顶级专才准证 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限额 虽然提高了月薪门槛 但也更具灵活性 持有者不必受限于特定的任子公司 可在多家公司任职 逗留期延长至5年 此外持有顶级专才准证的配偶 在新加坡求职 可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同意书 不必另外升起工作准证 国际人才又怎么选择呢 根据金融求职网站的调查 发现96%的受访者 认为在新加坡工作 有更大幸福感 但在香港工作则更能存钱 在开心与金钱之间 大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从上面的优惠政策来看 看起来香港的力度 比新加坡强劲啊 新加坡都不怕人才被香港抢走吗 其实你仔细看两座城市的人才计划 香港更注重于金融方面的人才 而新加坡确实更注重于科技领域 因为对新加坡来说 失去金融业虽然会受到打击 但绝对不会比香港惨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它可以不发展制造业 直接依托于内陆市场 搭建强大的金融业 但新加坡不行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 它不能不做实业 新加坡的第一大产业 是高端精力制造业 如半导体 微电子 衣水仪器 石油化工 以及生物医药等 凭借二手买了在海峡的黄金水道 新加坡不产一点油 却是全球第三大链油国 对新加坡而言 金融业的发展是锦上添花 为了限制超级富豪和家族办公室的涌入 新加坡还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的资产 由于超级富豪的迁入 新加坡2022年的人均GDP 有望突破8万美元 但这对新加坡普通人而言 并不是好事 他们推高了新加坡的物价 如租金 房价等 都大幅上涨 对金融业的发展 新加坡是积极而谨慎的 积极吸引外资涌入 但不断调整相关政策 防止外资如洪水一般冲了龙王庙 新加坡更希望引入的是产业资本 用产业资本去普遇新加坡的高端制造业 在这一点上 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很大的不同 香港作为一座金融桥梁 赚的是佣金 自然是希望 流入流出的钱越多越好 对于是否超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对新加坡而言 不是第一位的 新加坡的对手 不单单是香港 而是世界 而是以新加坡自己为对手 今年要更胜千年 但缺乏实体产业的香港 当下以及未来 都将难以摆脱 对金融业的依赖 关注财富密码 在积累财富的路上 少走远网路 如果这支视频给了你一些启发 记得点赞 分享这支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IG moneylab.asia 我们下支影片见